这年头想要买房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难如登天 也让房仲业叫苦连天 不见买房进场购屋 交易量跟着直直落 缺年建屋买卖 移转数量惨不忍睹 创下2001年有统计资料以来最新低 只有24.5万栋 相较前年的29.2万 整整少了16.1% 非自用的一个购屋人 他们可能会挤在2015年 政策还没有上路的时候 他们就先去做购买 那当然如果说到2016年的话 因为房地合一上路 他对于一些非自用的一个 就是交易的一个税负 他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 房市冷嗖嗖就6度来看 台北市量缩28.1% 最多再来是台中的25.98% 台南也减少了21.52% 专家认为去年受到总统大选影响 再加上土壤异化的冲击 跟房地合一税制改革上路 让2016房屋买器做溜滑梯 不过在一片量缩当中 基隆竟然逆势成长超过五成 基隆目前是房价最低的一个区块 那另外来说的话 就是说这几年基隆 有一些新的推案 那对于区域的一个交易 状况是有一些的一个带动 展望2017年房市 专家认为市场慢慢转为稳健 房屋降价已经是必然 预估整体成交量 应该可以比去年更好 这一样次进入团队的一条 报道 感谢观看